台长,你好 这位同学只能说一点点和听一点点中文和英文 那法师愿意帮助他说福建话 好 是这样子的,他是80年的猴 他怀孕四个月,医生三个星期检查出 他肚子里面的孩子脑子里长了两个水流 医生和他都担心孩子生出来会变成痴呆 就是行动痴怀 星期一他准备要抽洋水做这个化验 他想对这个孩子现在怎么样 可不可以用小胶子和保住 几几年啊 80年的猴 我告诉你啊 现在他这个孩子啊 这个孩子啊 非常非常小 比正常的月份要小很多 对不对啊 而且这个小孩子现在头没有朝下 而且这个小孩子现在头没有朝下 横在你的肚子上 你做B抄可以啃吗 在洋水当中是横过来的 头很没朝下 对不对啊 对不对啊 来的吗 我告诉你 现在这个孩子 表面上看没有什么大问题 你让他再长一长 长啊 再长大一点 你看看这个理由 这个理由会不会有 但是有一个条件 如果你这样不年轻的长下去的话 那你接下来一定会有毛病的 听得懂吗 你现在已经很有福气了 你知道吗 我讲一点好吗 这个法师跟你 为什么比较有缘吗 是你的侄子是吧 侄儿是吧 侄儿是吧 侄儿的媳妇 儿媳妇 你知道他长辈子跟你是什么关系吗 你们两个是兄弟 你们仔细看看他们想不想 有没有血缘关系 为什么这么想 明白了吗 所以我就告诉你啊 你现在听台长的话 他必须要念很多很多的 消灾迹象神咒 还有 心经每天必须念四十九遍 大悲众二十七遍 礼佛念三遍 听得懂吧 然后接下去要他念念小房子 但是不要多 一个星期烧三张不提的烧 你一个月 两个月之后 你再去看看孩子 在头上还有没有水泡 你能不能叫他放放生 可以吗 放生 明白吧 放生 买鱼 放生 鱼是最好的 但是不能这么小 明白吧 他说要小要大 打到底 明白吧 大 大 大这样就可以 实际上一股口就可以了 这么大 这头笔就可以了 好吧 他 他说什么 你给我翻一下 他说海子出来很正常 啊 这个孩子啊 没有这个泡泡 没有好很多人啊 他现在是在党牧师 他说他可以用这么多时间 可以连加这么多金 我可以帮忙餐厅 那当然了 啊 四方餐厅 功力更强了 哎呀 你看看 还有前期有两位 有这么个兄弟 这边只能放上眼睛的 哈哈哈哈 这两个多好啊 哎 你看看了吗 现在知道了吗 实际上啊 哎 大家都是 人跟人啊 你们坐在一起 不知道是什么缘分的 所以啊 在家里也是都不要吵 不要闹 都是自己有洋人 自家人 不打自家人 对不对啊 啊 啊 我看看啊 啊 羊水多了一点点 羊水啊 多了一点点 啊 羊水比较多 他说这里把羊水抽出来 之后去化验 听得懂吧 没有关系的 你现在赶紧许愿 愿力是最容易最早 最快 而且最有力量的 但是 愿意取完之后 必须要去做 你听得懂吧 现在叫他马上许大愿 我这个孩子 关心路上慈悲 能够让他顺顺利品 生出来之后 我一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怎么样 听得懂吧 多做功德 帮助法师 好不好啊 好 好 好